大家好 我們是宜蘭縣三星巷花卉產銷班第十五班的班長 我叫吳敏恆 我旁邊這位是我們的副班長 他叫康仲南 我們身後這個就是我們今年種的銀柳 因為今年氣候都沒有颱風的影響 所以我們今年銀柳長得非常好 我爸種銀柳應該有二十多年了 不是要務農 因為可能我家從小可能就收拾 我爸就是務農的 所以可能看我爸比較辛苦 所以想說這個農業也沒有年輕人願意回來做 所以想說就回來務農這樣 就這行業真的很缺乏人力啦 也是希望一些年輕人可以多多回來幫忙這樣 那我們農莊除了銀柳之外 我們也種植有機的稻米還有黑豆 那我們除了種植之外 我們還有自己加工 我們有做一些像手工的黑豆醬油 然後還有黑豆漿 那我們的農場位於宜蘭的三星 歡迎大家有來的話可以來我們農莊參觀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宜蘭縣三星鄉花卉產銷版第15版 班員曾建豪 那現在這邊看到我在採收的是貴妃柳 然後今年的花比較漂亮 這個目前這個是在我們的工序在做除葉的動作 那在銀柳的部分我們必須把葉子除掉 才有辦法做到我們市面上看到的銀柳切花的部分 這個工序是在做我們的那個切花分裝的部分 有分六尺五尺四尺還有三尺到三尺下的部分 分裝好了這邊再做那個打樹然後跟蒜枝樹的部分 那打包好了就可以直接在我們市面上做販售 那希望大家可以來參觀一下 那我手邊工作也有重蔥然後還有蒜 大家如果有興趣想聯絡我或者想購買的部分 可以到採銷班這邊聯絡我或者是打握了手機 那手機號碼是0911 861 489 那謝謝 我叫向曉芬 在宜蘭三鮮香花卉採銷班第15班擔任文書 在往後面這邊是我們種植的銀柳 有蘭陽一號跟蘭陽二號 我們除了種銀柳之外還有種三星蔥和無獨的蓮花香香蜜 種銀柳我先生種快四十年了 然後我嫁給他幫忙種銀柳大概有十幾年了 一開始是因為先生家裡是花卉的他們在種葉材類 然後三星蔭柳他們是 他舅舅是第一個引進進來種的 然後我先生是第二個開始種蔭柳的人 所以我們就一路這樣子種下來 直到現在 下一代沒有人願意做這個工作 因為說真的很辛苦 然後我們從以前到現在對這個農作物來說 就是有一份算滿深的那個感情在 覺得說如果就這樣子沒落掉消失了 會覺得很可惜 如果對我們的農產品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宜蘭縣三星鄉花卉採銷班第15班來找我們 好 大家好 我們是宜蘭縣三星鄉花卉採銷班第15班班員蕭鳳音 後面種這個銀柳是我們種的又紅又大 顆粒又多很漂亮 他還有種蔥稻米 所以如果有蔥種比較多的話 你就會把它重疊 如果種就是平均啦 看你那時候可以 要注重蔥還是引流 那間隔要把它拉長一下 因為那時候你就不能再去用蔥 不然你有沒有辦法收了 種對焦嗎 嗯 稻子 蔥 這是後來才種的啦 不買幾百做一遍來 用你就不用一直掂 前進後退在那邊看 就這樣子要看啊 看一份炒 我才會把它拉下來的蠻香 啊引流 有在林麥 就在我家的三星鄉六段三十五號前面 歡迎大家來採購 我是宜蘭三星會產消班第十五班的盧育會 我本身種這個營柳已經種了十五六年 我這個品種有 我只有種兩種 一種是上海柳 一種是蘭陽一號 這樣的時間都是和我老公和我的小孩 一起到田裡工作 啊其餘的時間 我是本身還有在一個物桃便當上班 我兒子是跟我老公本身在做板模 所以他們如果有空閒的 就是工作剩餘的時間 他們就會到田裡面來 沒有 我沒有 我剛才五六分鐘而已 這片還有木桃也有 還有 工作那邊也有 沒有 因為充的時間 充的時間比營柳還要常休息 我們賣便當全年無休啊 每年的這個時候 如果你們有需要買這個營柳 可以到那個三星的物桃 救人會 救人會告訴你們 大家好我是黃雀琳 我是宜蘭縣三星香花卉產銷班十五班 我們經營的是有銀柳還有水稻 我們的銀柳有龜飛上海 還有種青蔥 低瓜 還有玉米筍 從公公的手上就種到現在了 阿公的話 然後跟我的先生是第二代 我現在兒子也開始在經營了 在做 就是要細心照顧去體育 去看怎麼去經營 然後 以天氣最佳的狀態之下去經營 我先生比較有經驗啦 因為我是 是輔佐 我們是銀柳筆枝家 隨時上網查詢 歡迎 你們來玩喔 這是宜蘭館三星香花瓣的三小班 第十五班 我是丹銘柳 我是丹銘柳 有... 有... 上海啊 變青啊 比較大的肉 過火流的 有種蔥啊 種... 蔬蘭菜 在台灣 在台灣 一日 我是花卉彩交班第十五班 副藥腔 有剩幾輩和上海兩種的營養 我剩營養差不多十六天的時間 但這兩種就比較破片 比較漂亮 花了比較漂亮 幾輩 還有上海的營養 這就是刮藥腔 剛才就藥腔的營養這兩行 它有直的 直的是在開插的 有兩家 兩車的 開插的 壞銷要開插的 第一就在我們關閃 先說花卉產銷班第十五班 就當作就好了 林陽縣 傷心香 花卉廠燒班 第十五班 我是黃春賢 我所種的是盆栽型的營養 然後自己還有在賣有機米 跟副食品 這種營養是 迷你型的營養 是小盆栽的 然後市區跟都市人跟公司桌上可以擺設用 空間比較小 因為要把頭綁起來 到時候用廠子來廠才廠得比較好廠 要不然這旁邊會受傷 因為這個是矮化型的 迷你型 可以放桌上的 對 可以來廠銷幫十五班來找我 謝謝 大家好 這裡是宜蘭縣三星香 花卉產銷班第十五班 我的名字叫徐鈺青 我從事營養工作 已經從事快三十年了 這個營養我們有銷到馬來西亞 大陸還有很多國家 因為這個經濟效應不是很好 沒有吃的 可是對我們來講 主要是靠這個收入為主 我們拍這個影片 就要讓大家都可以 好好去了解雲流 到底它是怎麼成長的過程 工人怎麼辛苦 才可以到你們家裡 每一戶可以看到雲流這樣子 歡迎大家來宜蘭縣三星香 十五班的花卉產銷班 就可以找到我們每一個 所有的會員 大家好 我是宜蘭縣三星香花卉產銷班 第十五班 我叫蔡黃丁 我所種植的營養有分兩種 一個是南洋一號 再者是南洋二號 我所經營的方式是花卉教室 然後還有花卉市場 一般我們的花卉教室 就是花藝老師 他們所需要的一個長度 我們都是在四十左右 北部和南部 它所需要的一個長度 它會有一個區分 我們北部來講的話 我們的房子的一個高度 都差不多是在四十左右 但是在中南部 他們就會需求量會比較 趨向比較長 就五指的話 五指比較多 然後四十到五指 但是他們有一個就是 南部會比較分岔的 也會比較去向五指 他們比較就像類似像這一種 我們是分岔的 然後北部來講 它現在就是各半 分岔和紙卡是各種 然後如果說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到花卉產銷班 地書班找學院 你會不會有養生的 是否會有養生的 我是宜蘭縣山新鄉 花卉產銷班 第十五班班員 宋世宇的爸爸 因為宋世宇現在剛好去外面工作不在 所以我代替他來介紹我們目前在進行的工作 我今年總共種了有三公頃的銀流 現在目前在種的品種就是變種的 它的花包比較圓又比較大 是比較適合外銷的 現在外銷也都要求這一種品種 跟我兒子兩個人總共種三公頃的銀流 現在我採收回來在室內就是在做 目前就是在做分級包裝的工作 田裡有另外有工人在撿銀流 就是種水稻啊 水稻跟銀流要輪作 因為水銀流跟銀流它不能每年種的 那個土地要更換位置 所以我們就有種一些水稻的地來輪作 所以我們我主要就是種水稻跟銀流 水稻部分是交給農會 銀流部分是交給 有花圍產銷班第十五班 我們的神明信先生在處理的 所以如果需要買銀流的部分 就是去那個神明信先生那邊找他就可以了 你好 我去南館三星鄉 花圍山蕎班第十五班銀流的 我叫童慶林 做二十年了 紅龍還有做十二年 就種了一些農所屋 讓大家說無農藥 藥雞藥來吃 我們現在開始在豬葉 豬葉就把這個荷葉拌起來 拌起來之後就像我們後面有看到 這邊有看到葉子要除掉 然後我們外銷 裝箱再出去 我們這個是前年擦的 你看這個擦在那個神明桌上的 這個擦在那個電視旁的 我們這都擦在電視邊的 對吧 這個擦在我們的頭腳地上的 六串七串的 這個染色你都不用去擦水 不用換水 兩三年保持乾淨都是這樣 大家好 我是宜蘭先生 像包圍參加班 第四五班的年輕華 擦炒到七百年了 我擦是那個上海便種 還有這個貴妃打理的 這兩種比較高 擦起來也比較漂亮 像這個雞翁這麼嚼 這麼漂亮 剛才我擦都不一樣 都擦乾淨 我們這裡有一些六花椰 很放心 都幫你問 幫你問 幫你問 說要錢 要給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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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遲些 千萬 f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